《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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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對我們黃隊很抱歉 其實郭哥一直都關心我 然後他也就花了很多很多時間 在跟製作單位溝通 我想要因為自己的自私 讓我們 讓我這個沒有戰力的人 繼續留在這 所以我覺得先離開我比較好 我會很開心可以在這裡認識這一群這麼棒的家人 很怕很熟 然後很怕生 然後當今天大家開始已經有熱絡的時候 我會有一點點壓力 因為我會很想要趕快融入 可是 我也有點不知道該怎麼做 與其說運動是挑戰 如果說團體生活是挑戰 全民心女隊友當眾羞辱沒教養 林玉書否認被排擠退賽道歉了 雖然我很想要留下來 可是賽季要走完了 然後我獎盃數也越來越接近 我不想要因為自己的自私 讓我這個沒有戰力的人 繼續留在這 所以就是我覺得先離開會比較好 郭哥我真的很抱歉 我們今天其實真的很想要拿一次送給他 對我今天情緒都比較大一點 林玉書因為絞傷關係在13號播出的節目中 宣布推出全明星4 當時隊友及領隊郭哥苦成一團 如今呢卻被爆料案情並不單純 知情人士指出 林玉書其實自節目7月開錄就無法融入 甚至被女隊友排擠 簡直是全明星拱鬥劇 我自己來 還是很快 還是很快 那不用擔心玉書後面會追回來 對 就回來了 可以 玉書整個力量往你要的位置走 整個力量 起左腳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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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者認為林玉書前期表現太亮眼 人際相處容易招黑 某次開會女隊友當場指著她說 玉書很沒教養 單單就為了她練習沒說早安 這個鼻石大的動機 男玉書坐著這 另一次是林玉書受傷 郭哥要求她不要參加練習 女隊友就拿此在郭哥旁邊咬耳朵 林玉書平常也都不參加練習啊 希望不要派林玉書上場比賽 因為腦震盪無法開車 林玉書請好友載她到練習地 女隊友卻私下跟好友說 你可以帶玉書回去了 玉書剛剛傳訊息跟我說 她想要回家睡覺 郭哥也知道了 但事後好友才知道 林玉書根本沒傳過類似訊息 女隊友就像在趕她離開 爆料者表示林玉書 是這項融入團隊 在三位女隊友拍IG限動時 湊鏡說自己也想拍 她們卻裝沒聽到 沒有人要拍她 所以網友才以為她沒去練習啊 10月1號林玉書舉辦個人音樂會 雖然黃隊友送花助陣 卻沒有任何藝人到場 我想到來是跟男生比較十好 所以我其實 真的很不知道怎麼跟女生相處 我的朋友有95%都是男生 她是你有跟男生男隊 你現在有出門嗎 逸祥吧 因為我跟逸祥同一天生 然後 我們也是 同一個血腥 所以很多時候其實 我不用跟她講話 我看到她的眼神 我就知道她在想什麼 因為我跟肖太是上一檔戲友合作 所以我們本來就認識 再來就是彭尊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朋友 所以 我們就算聊得來 然後因為 像欣宇跟靜欣 是蠻要好的 那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如果 去想要融入 是不是 一種打擾 我真的 就比較 閉俗一點 我覺得我要好好調適 我個人的心理狀態 對此爆料者心疼地說 林玉書被排擠的狀況非常明顯 但大部分人選擇默示 才讓情況變得難以收拾 林玉書在團體的處境難堪 最後以腳傷為由提前退出節目 這運動應該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那如果對他來講 身體負擔這麼大的話 或許有一些時間去做一些調整 休息 很多事情我覺得 我覺得 就覺得我們大家都很關心 然後也希望你 把他商量好 我們大家都愛你 就是希望你可以知道這一點 我覺得你 讓你知道說大家很愛你 這是很重要的 對於週刊報導 林玉書經紀人回應 一切是子虛烏有 玉書是身體狀態不好 真的負荷不了 才決定讓他退賽 林玉書事後也發文道歉 再次想先跟各位澄清 新聞內容並不屬實 練習參與的情形 也不如大家所想像的 有排擠的情況 練習沒有拍到我的畫面 也是剛好去洗手間 或有其他事情站立 我也會盡快把所有大小商養好 再回去看看風光的你們 我會好好的 你們也要好好的 謝謝大家 這幾點月的拍拔 我過得很開心